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仇亮哥 北京时间12月3日 2023年多哈世锦赛选拔赛第二站已经落下了维末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举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 就是来自我国的杨浩和炼俊杰搭档 二者也是中国跳台的新人王组合 最终杨浩和炼俊杰一总分498.93分无许的挑战 过去现在说起双人十米跳台 想必很多人都会提到全文长和陈雨昕 这对跳水界的最强组合 不过本场比赛杨浩和炼俊杰的表现 也不会输给全文长和陈雨昕 本场比赛杨浩和炼俊杰的最大章对手 就是来自广东的聂军和黄建杰 比赛的时候杨浩和炼俊杰在第一跳的时候 就有着非常部署的表现 这一跳杨浩和炼俊杰得到了55.80分的高分 占据第一名名字 而聂军和黄建杰在第一跳的时候 完成的就会稍微逊胜一些 这一跳他们俩得到了51分 在第二跳中杨浩和炼俊杰继续展现出 他们俩的超高默契得到了52.80分的高分 继续合炮 而聂军和黄建杰在第二跳的时候 完成的也不烂 这一跳他们俩得到了51分继续位居刺席 来到自选顿座 第三跳杨浩和炼俊杰选用难度系数 3.2的5253变 向后放成两周半转体一周半屈体 这一跳他们俩完成的也是可学可点的 得到了83.5万分 结果随之杨浩和炼俊杰在第四跳的时候 就不很玩乐 第四跳杨浩和炼俊杰选用难度系数 3.4的3077反身换成三周半暴走线 这一跳不管是动作同步还是露水 他们俩都做得非常到位 轰出了1.98分的高分继续合去第一个位置 11位裁判 其中有9位裁判都忍不住打出了满分10分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在第五跳中 杨浩和炼俊杰的表现又再次惊艳了全场 这一跳他们俩出色完成 轰出了102.60分的高分继续合炮 其中有两位裁判再次打出了满分10分 最后一跳杨浩和炼俊杰拿出了难度系数 高达3.7的109系 向前换成四周半暴走 这一跳他们俩高质量完成 昏出了103.23分的全场最高分 最终杨浩和炼俊杰一总分498.93分 无许多货 而炼俊和黄俊杰落后76.80分货的亚俊 全场一共6跳 杨浩和炼俊杰就为我们奉献了11个满分10分的动作 双能跳水不比大能跳水 想要拿到满分也是非常难的 更何况还拿了11个满分 可见杨浩和炼俊杰的配合有多么默契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这 看下体育赛事 有我大手的想办 我们下期再会